花蓮鐵道電影院在微解封之後再次開館7、8月份放映的單元 是以夢幻冒險樂園為主題 選擇了觀眾票選最高的5部經典奇幻電影 配合防疫才預約方式梅花座十年至限而32位的觀眾 歡迎民眾把握暑假期間可以前往園區來看好戲 疫情影響花蓮鐵道電影院終於在7月13日微解封後開館 以幻冒冒險樂園為7、8月片單選音類型 並選因觀眾票選最高票的5部經典奇幻電影 包含第六感生死戀、夏日大作戰、ET外星人、楊嵐的迷宮和黑哲民之夢 要和民眾一起度過暑假 現在微解封之後我們花蓮鐵道電影院也開始開放 那我們每週四、五、六日都有電影來為民眾播放 分別是四、五的晚上跟六日的全天 因為電影院大家可能來就會有一些擔心 那我們在電影院基本上現在是實施的是梅花座跟石蓮製 那每一場是都有固定清乾淨的消毒 所以歡迎民眾可以來花蓮鐵道電影院看電影 我們這一期的節目叫做幻夢冒險樂園 那我們選了一些跟奇幻有關的電影或是跟冒險有關的電影 我們也有一個嘗試是邀請到詩人吳于軒 那他還來做我們 他選了一部片叫絕美之城 那也會為大家做應候座談 所以我們的節目其實是蠻豐富的 那歡迎大家可以上官網來查詢 另外還有名人選片 現身座談的東岸讀影單元 7月邀請花蓮詩人吳于軒領讀絕美之城 8月邀請歌手克里夫領讀搖哏樂青春練習曲等豐富的單元 花蓮鐵道電影院位在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 配合防疫票券需預約及時連制 梅花座對號錄座 限額32位觀眾 更多片單資訊可搜尋臉書粉絲頁 花蓮鐵道電影院 記者長幫眼花蓮詩報導